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都同大家繼續跟進一下 李隆基和王青霞的最新發展 李隆基未婚妻Chris曾經傳他嫁給美軍 但雍正正說有個細節很奇怪 海軍陸戰隊的制服不是這樣的 而除了雍正正有講下這件事之外 林作又繼續對這個基哥發表一些意見 他就連出了兩個訪問 繼續講一下基哥那件衣服的問題 其實林作為何在這個時候 就這樣追著基哥來抽水 其實林作本身有JPASS那件案件在身 是令到他做好多事 都可以講得上是綁手綁腳的 而他亦都需要流量和熱度 去為他的生意或者顧問方面的工作 去提供一個流量的 所以基哥這個事件 他認為是無傷大雅 又可以拿出來講 追著來發表意見 因為好像今次基哥的事件 是比當時JPASS的熱度更加大 他這樣做可能是有人教他 或者是他自己想了好多才決定這樣做 首先看看林作還講了什麼 林作出第一個訪問 他說現在搞到基哥遮住良心 不是在空口遮住那個Local 這樣講問心無愧 他說於心何忍呢 任何人都不可以誤解他對基哥的景仰 林作還學一下基哥 還說對著藍天白雲發誓 沒有對基哥有畢竟的意思 即是按照事實指出基哥穿假衣 他說再次講準確點 不是A4 A4至少表面看不出 他說今日要再次稱讚基哥 他說不單止 今天沒有因為輿論 而被風頭暫時不去探監 還要穿回同一件衣 是明目張膽和你們死過 這個觀點我非常之認同 我覺得基哥是刻意穿回同一件衣 因為之前的衣 被人發覺兩個英文字母 已經調轉了 已經是樣子衰的了 但是他第二天穿回同一件衣 還要脫的外套 給你們去拍 基哥完全是掌握到流量密碼的 而且林作這部份 是記者有問基哥的 基哥就說人家說什麼說什麼 問心無愧 其實已經是回應了林作的了 其實他這樣做 對林作來說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因為林作這件事 現在他的形象是怎樣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這件事 吵吵吵吵吵吵吵 他是有機會令到自己的熱度上回 因為林作本身是一個比較上黑熊的性質 跟著林作繼續講到 說他是今天的我輕鬆打倒作的的我 說明不接受訪問 但是自己就必須回應一下林作 他說自己最最佩服基哥的就是那種老謀心算的層次 他說在今天他囂張到 故意到場的時候 外面就披上一件黑色的外套 令到裏面的字眼是若隱若然的 好像女星頒獎典禮露半球 他故意顯示到 I和L 倒轉的那種圍和感 說這篇文 林作好給心機作 他提到每日都是基哥身上學到東西 是一個好好的學習機會 再這樣下去 天天都是fashion show 可能真的要跟基哥買衣服穿了 基哥這件衣服我看過了 八十幾元就買得到 下次有機會我都買回直播穿一下 那第一篇的鋪文就已經講完 林作同時又再出多個貼文 連環出了兩個貼文 不過他這個貼文 引用了余一的報導 我們看余一的報導講什麼 原來余一那邊聯絡到基哥接受訪問 基哥之前是說不接受訪問的 現在見到娛樂媒體去找他 他又講了 這件衣服又暖 質地又好又便宜 穿得過 然後他解釋 A貨是連個名字都抄 他說現在穿那個 又不是那個名牌貨 總之便宜靚正 我覺得沒問題 是我們大中華的出品必熟佳品 嘩你看到這裏 其實我覺得阿基哥 他的回應是大方得體 他特別強調大中華的出品必熟佳品 這一句完全體現到 他是這個愛國愛港的藍絲藝人 藍絲藝人那種氣質 總之是中國出的 必定是好東西 不過基哥就沒有偷露到 這一件便宜靚正的衣服 他自己眼光獨到 看中入貨 定一回阿Chris幫手買入 所以我之前那條片才說 基哥 我認為他真是一個流量鬼才來的 24號那天 就說不接受訪問 因為他如果是持續地 天天探監天天被訪問的話 聽得多都會驗的嘛 但停了一天去到第二天 被你們發現了一件衣服 原來是一件淘寶物 不是名牌衣來的 然後大家就開始輿論再次發酵 整件事由他老婆黃青霞 轉向了去他件衣服那裏 是將流量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 然後他再接受訪問 25號就有接受訪問 就說這件衣服便宜靚正 總之講了很多這類的說話 所以他是很清楚那些流量 怎樣去導回自己身上 而且他捉到網民 還有媒體的熱度 這一下不簡單的 不是每個藝人都做得到的 看完林作這個鋪文說什麼 林作的鋪文就說 這個不是出產地在哪裏的問題 是尊重的問題 公然穿仿造名牌衣物 即使原本仿造名牌衣物 就是中國製造的 亦都會被人誤導的訊息 就純釀微愛 舉個例子 你偽造的學位證書是不大 他依然覺得是比偽造 史丹福大學要好 因為穿這樣的衣服 偽造就選擇外國大學 都是純釀微愛的表現 大中華出品 很多好東西的 全部都是自己品牌 為何不去好好的 支持我們出的好東西 他說李玲 有什麼問題 一樣便宜 但又不是扮外國 那這裏 其實要跟基哥講一講 他不是扮外國 他簡直不是那個牌子來的 字都調轉了 除非他有註冊商標 沒有註冊商標的話 基哥有講也沒錯 他穿的又不是那個名牌貨 而且他沒有犯法 他淘寶買衣服 又不是那個牌子 名字都錯的 所以基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一個這樣的人 你認為黃青霞能夠騙到他嗎 我認為不能夠騙到他 他根本由頭到尾 都很清楚自己的未婚妻 在玩什麼 甚至乎有部份的東西 今分鐘基哥有跟他出謀獻冊 那很正常的 人老聖 鬼老靈 何況基哥經歷過那麼多 走廊皇帝不停唱歌 去賺錢 在走廊他會缺女人嗎 在台上表演 你覺得他會追不到女人嗎 然後在嘉頓那裏 做機械員 然後又參加過唱歌比賽 跟著他也是可以得到老闆想認識別人 你願意送他去外國讀書 其實他是懂得怎樣上位的 當年 然後一直做生意 雖然生意不成功 生意失敗 但是你要知道 生意失敗的經驗 其實都是很寶貴的 他用了那麼多錢 那麼多精神時間去試錯 雖然沒有成功過 但是這些經驗 就為他打了一個很強勁的根底 另外我們看完翁靜晶 他講些什麼啦 翁靜晶就說到 李隆基他的未婚妻 曾經傳他是嫁給美軍 就說有個奇怪的細節 我們就看下 那個奇怪的細節裡面講些什麼 翁靜晶就說 其實整件事 李先生和王小姐認得最快的 就是大家拿到一個男子的相 那個男子就穿著所謂的 海軍陸戰隊的一件制服 他們也叫做水兵海軍 就說那位小姐 曾經以未婚夫妻的關係 在美國開過Party 剛才都說了 未婚夫婦其實幾好用的 你想逗留 就說是未婚妻 他說要跟他結婚的很多時候 這樣就可以拿到一個逗留簽證 尤其是西方國家 而且翁靜晶已經過了身的大伯 曾經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其中一員 所以他知道美國海軍陸戰隊 真實制服的樣子 他說如果你看回那件制服 是有很多問題的 當時被人家說了出來 這個人原來一個男朋友是水軍 其實應該是海軍陸戰隊成員 就馬上走出來認了 完全叫你們不要再查 又說他只是做文職招收人員 大家不要再追問就信以為真 翁靜晶就說件制服有問題 他指出了不同的細節 他說第一海軍陸戰隊 那條褲是藍色的 有哪條紅色的 還說你再看看皮帶扣 那個皮帶扣是普通人買來玩的皮帶扣 不是軍方專用的制服皮帶扣 領域上面兩粒東西都有問題 還有一個很大的V字 或者鷹那隻東西都不存在 都是一些的飾物來的 那就是說了 現在他們那個未婚夫 那個海軍陸戰隊的制服 不是很欺負嘛 不過這件事都不要緊 不是主要的事件來的 現在 不過就讓大家理解回 原來是連個未婚夫 都有些問題 不過說回林作 其實好似我剛才所講 他這麼積極去講阿基哥 應該就是想透過這一波流量 坐順風車 對他來說 其實最好就是基哥會回應他 基哥回應他 大家有來有回 同時他可以吸到基哥的流量 那就要看基哥和不和他玩 其實在25號那天來講 等了很久了 都等不到基哥探老婆的新聞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24號那天發了個 message 給各大媒體 就說 由24號開始 不會再接受任何採訪了 結果他25號 就出來有接受星島的訪問 然後夜晚再接受網媒 第一的訪問就是講他件衣服 那他件衣服 其實嚴格來說 不算得上A4 因為A4 你看不出的 現在你一眼看得出 和字是故意傳錯 根本就不是那個牌子來的 所以他才這麼大搖大擺 連續兩天穿出來 所以我就說 你作為一個正常人 一個有這麼多經驗的老前輩 而且你是做明星的 完完全全知道 我怎樣做 怎樣穿 那些人的目光是會放在我那裏 所以我自己個人角度來看 他兩天穿同一件衣服 是很刻意的事來的 他24號那天穿這件衣服 到底是有心還是沒有心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是懷疑他這件衣服 一就是老婆和他買的 二就是家裡沒有衣服穿 沒有人幫他洗衣服 見到老婆的衣服買大了 自己穿又剛剛好 隨手拿來穿 誰知就被人看穿原來是淘寶貨 既然是這樣 不如純粹推走 第二天我再繼續穿出來 一定是成為媒體的焦點 結果就出了這個效果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他24號說不接受訪問 其實是想等件事靜一靜 去到28號 再一次過吸光流量回來 但是這件衣服 可以說得上是一個意外的插曲 令到他在25號這一天 仍然是成為各大新聞媒體的焦點 不過說回頭 日日開車去懲教所探望未婚妻 我想應該都幾辛苦 可能他也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事件 什麼帶得對不帶得對呢 都要問回懲教署才知道 所以就帶了很多次 才能夠帶到一些可以拿進去的食物 給個未婚妻去吃一下 好啦 今集就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就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